苏东坡说 只笔不定法 但是只实长虚 你要让你的手指头确实的握住你的笔杆 然后让你的手长心是空的 叫做虚 虚当然是如果是佛家来讲 我们是空嘛 万念俱空嘛 对不对 你不要太有指种 就是空 空就可以转动 如果你是实的 就转不过来 懂吗 所以要空 然后呢 你的两个指头 拇指跟食指好好握着 然后呢 你的中指往后踢 这些都是 往后踢的 这样写 所以老师都是这样写 然后不要以为你的笔拿得很正才会写好 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太正了 你的笔封就 没有办法好好应用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 这样老师笔是不是有点斜 只要老师做人不写就好 你看老师没有长风 长风就是艺术高了就好了 有没有 也是一个异象 有没有 收笔就是艺术 那你看艺术有油心 腰身 你不要通通一样粗 或者是 这样不是艺 那是艺啊 但是这个 好像木头 这个没有看 这个也是一种出好的弊柄啊 那如果是写这样 像草头人也没有看 这就是弊柄啊 老鼠尾巴也是弊啊 好 所以你要稍微往这边带 切 有没有很利落就很漂亮 对不对 回收 就是横画 那 比如说老师讲过说那个青 这样下来 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你可以把梅花都画得很准 但是会太硬 听口口哦 好